大家好,本来今天是周末,狗哥不打算发视频了 但是呢,再过几个小时,也就是台湾时间的6月23号,星期天的下午 是肯定要发生一件大事 那这个事呢,对于台湾,对于中国,甚至说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来说呢,都很重要 所以呢,狗哥必须得说一下 那肯定有网友啊,从这个视频的标题里就看到了啊 在今天,也就是6月23号,台湾呢,要举行一个反共的大游行 其实它的正式的名字是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啊,这个活动 不太熟悉,台湾的这个朋友啊,可能要问了 说是看名字就是一场这个普通的游行集会活动啊,有必要那么关注吗 那狗哥要回答了啊,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关注 虽然现在这个集会还没有开始啊,但是狗哥要非常大胆的来预测一下啊 参加这次集会的人数呢,会非常可观啊 最少呢,也应该超过这个十万人 那以反共为主题的这么大规模的集会啊,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呢 可以说是不常见啊,很少见 它呢,又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发生啊,所以呢,就非常值得关注啊 也非常值得这个解读一下 在这儿也插个广告,现在请点击屏幕上呢,订阅按钮订阅狗哥的频道 获取最靠谱,最特别的时事点评 首先,狗哥要说一下这个游行的发起人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这次游行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游行的发起人是在台湾啊,非常有名的这个馆长程吉思汗 那中国大陆的网友呢,可能会一脸懵逼啊,说馆长程吉思汗 名字怎么这么奇怪啊,这是谁啊,干嘛的 所以呢,狗哥在这儿就稍微的多说一下 馆长程吉思汗,台湾人呢,都叫他馆长 他的大名叫陈之汉,今年四十岁 在台湾呢,是开了一家连锁的程吉思汗健身俱乐部 所以也叫馆长程吉思汗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啊,就是馆长的视频 大块头,身材很壮啊 他是这个健身俱乐部的老板,也是健身教练 所以呢,身材呢,才会这么的好 但是,馆长在台湾那么有名气啊 并不是因为他是小老板,而且呢,身材好 而是因为他经常在网络上评论社会时事啊 其实呢,就像狗哥一样 也是一个自媒体人 但是,馆长的自媒体啊,是太成功了 他的这个Facebook,脸书上的粉丝呢 有100多万 YouTube频道上的这个订阅量也有60多万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狗哥刚才说了 馆长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自媒体 所以呢,他在台湾啊,有非常非常强的号召力 也就有能力发动今天的台湾大游行 那馆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大游行 最直接的原因啊,就是最近 这个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的影响 那香港人的反送中啊 6月9号的第一次大游行 有超过100万人参加啊 是震动了整个世界 台湾人呢,也非常清楚的看了啊 香港的反送中 是让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 中国政府根本不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 香港人现在是群情激愤 明确的向中国政府说不 所以呢,这场运动 其实也是宣告了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终结啊 在香港的死亡 除非呢,北京能够从内心深处 来进行反省,来进行忏悔 开始改变政策 认真地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 那在将来呢,可能 还会挽回香港人的这个中国心 但是呢,狗哥也认为 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太小了啊 北京要真能这么干 它就不是共产党了 所以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国两制啊,真的这个 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它在香港呢,是基本上已经死翘翘了 那这种情况对香港的影响 以后怎么发展 狗哥在这呢,先不多说 因为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台湾 现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是宣告这个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终结啊 跟香港一样 一国两制在台湾也完了 而且呢,它死的比在香港更彻底 在以前的视频里 狗哥也提到我啊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开始以后 台湾的所有政要政治领导人 他们有一个立场啊 一下子就变得统一起来了啊 就是这个拒绝一国两制 包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以及这个郭台铭 这对于他们本人啊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呀 都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韩国瑜郭台铭 他们都是这个受到中共认可的 台湾总统候选人啊 但是现在他们迫于这个台湾的民意 不得不公开表示拒绝一国两制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 那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失败了 一国两制呢 这个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骗局啊 台湾是绝对不能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呢 就是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 你像韩国瑜郭台铭 你现在呢 想回避这个话题都不行啊 就必须公开表态说拒绝一国两制 你如果不公开表态说啊 就会这个丢选票 所以说呢 在传统的蓝莹啊 支持国民党的这个台湾人里啊 他们也都不认可一国两制了 所以呢,狗哥才说一国两制啊 在台湾死的比香港彻底啊 真的 这个以后啊 是不可能了 那香港的反送中 在网络上呢 是到处都是消息啊 但是台湾的很多媒体 都是冷处理 消息很少 而且呢 采取的立场呢 都是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北京 这个现象呢 就让馆长很生气啊 他知道这是因为台湾的 这个很多媒体啊 都是受到了红色资本的影响 也就是中国资本的影响 有些媒体呢 甚至呢 就是中共直接出钱赞助的啊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新闻报道里啊 肯定是就要满足北京的要求 那上个月 有很多的这个台湾媒体到北京开会 中国的副总理汪洋 当时发表讲话 要求这些媒体帮忙 在台湾推动一国两制 那这个事啊 就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反感 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呢 馆长成吉思汗 就决定发起一场这个游行集会 要旗帜鲜明的反对 中国对台湾媒体的渗透 要反对一国两制 另外呢 呃也是对香港人 反送中的一个呼应和支持 那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台湾 第三大政党的支持啊 这个政党叫时代力量 那时代力量就和馆长一块啊 组织了这一场集会 今天的这个集会啊 其实也是检验一下 馆长的这个真实的号召力 呃看一下馆长的影响力 是不是只是在网络上啊 看一下在这个线下 在真实的生活里啊 会有多少人站出来真正的支持馆长 反正狗哥是认为 今天集会的人数肯定不会少 呃那说到这儿狗哥就突然想 你像youtube上的一些这个中文自媒体里的大V啊 像这个文哲老师 油管订阅量有三十多万 如果说他站出来说要在华盛顿啊 搞一场游行啊 不知道会有这个多少人 响应去参加 呃这个是题外话 我想呢肯定不会有馆长那么多 呃但是呢 呃也希望这些自媒体的大V啊 也都能搞一些线下的活动啊 检验一下自己真实的影响力 那咱们接着说馆长 那馆长虽然是自媒体大V 健身俱乐部的老板 但是他主动发起这么一场啊 反共的游行 那跟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比起来 那就是鸡蛋碰石头 这个呢是没有疑问的 呃 馆长本人这两天也说了 他发起这个游行以后啊 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威胁 他的生意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很多这个商家 都害怕中共的报复啊 所以就不敢跟他合作了 呃 大家来看一下馆长是怎么说的 我只能说 中共的力量真的很大 大到 已经渗透了我们所有的民间企业 包吻的这一次 我们本来要举办623会在上面唱歌 使用的音乐 通通都被所有的唱片公司 以不敢得罪中国为由 影响大陆中国音乐市场为由 全部全台湾的所有 几乎所有的唱片公司 都不愿意把版权 出租或是借给我们使用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台湾人 我做错什么事 呃 刚才看呢只是一小段 如果大家要看全部的内容呢 可以自己在油管上找一下 这个馆长的频道 呃 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啊 其实呢这也是台湾人非常担心 非常害怕的一点 就是这么多年来 台湾呢 可能变得越来越这个依赖中国 越来越受到中共的影响 不光是媒体要被中共掌控啊 那整个经济也有可能被中国控制 这种心理呢 呃也让他们对这个中共啊 是越来越抗拒啊 这也是今天一国两制 在台湾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一国两制 中国人都知道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啊 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大家想一下 基本国策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从中国共产党来说 一国两制 又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啊 一国两制在香港死了 在台湾也死了啊 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死了 这个后果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很严重啊 然后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 应该静下心来啊 仔细的想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为什么几十年前 香港的中国人 台湾的中国人 还接受一国两制 但是现在 为什么人家反抗的这么激烈啊 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 现在要承认一个现实 就是香港是香港 台湾是台湾 这两个地方 它跟中国不一样啊 非常不一样 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香港是中国 台湾也是中国 而且呢 现在的情况 跟一两年前比起来啊 可以说是 都发生了这个很大的变化 那狗哥在这可以说 香港是离中国 越来越远了啊 台湾离中国 也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啊 都特别熟悉一句话 叫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啊 这是三国演义 开头的一句话 那现在 狗哥就觉得 中国呢 可能又到了一个分的时候啊 中国的年轻人 我觉得也应该认清这个现实 这样的 你才能够早做准备啊 不要被历史的潮流 打死在这个沙滩上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节目 现在又点击 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